我们都知道冬天燕子南飞 但小燕子是去了我国南方吗 才不是 某些燕子南飞 是真的去了南飞 你该不会觉得我们国家的燕子 就是听得懂中文在我国境内迁徙的吧 燕子飞到国境线 还会有人问 你好 请出示一下你的出国签证 根本没有啊 我国燕子种类很多 常见的家燕冬天会飞到我国南方 甚至东南亚过冬 但还有一种和家燕没什么亲戚关系的 羽燕不客气的笑了 有一群科学家给北京羽燕装上了定位仪 想要看一看他南飞到底去了哪 小燕子向南飞吧 明年春天再见 结果羽燕居然向北飞了 他先是飞进了蒙古国 看了看大草原 又一路向西 飞进了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参观了下中亚风情 然后进了土库曼斯坦和汗血宝马赛了跑 又飞到伊朗 飞过了一片藏红花田 看过了伊拉克的椰枣树 和沙特阿拉伯满地的大油田 飞过红海 看到了埃及壮观的阿布辛贝神庙 向南穿过非洲和狮子王打过了招呼 最终历经两个半月 到达了终点站南飞 这一路北京羽燕飞了2.5万公里左右 穿过了20多个国家 平均每天都要飞300多公里 人们发现北京羽燕的行程 居然大部分位于一带一路沿线 堪称一带一路的生态大石 总之现在小燕子们 已经在他们南方的家了 祝他们出国旅游玩得开心 春天再见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